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修林巨米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就是讲王修林啊 是饿死也不愿意吃寒门之家馈赠的稻米 先跟标书竹子竹具解释原文 王修林常在东山盛贫乏 王胡芝,王修林啊,也是狼牙王室的后裔 就是和王熙芝啊,他们家是一脉相成的 曾经在东山这个地方啊,居住很穷啊 没有米,没有饭,啥都没有 陶胡奴为乌成令 这个陶胡奴谁啊,就是陶饭 这个陶侃的儿子,这个小名啊,叫胡奴 长得像外国人,小老外 坐乌尘这个地方的县令 送一船米,喂之 这个仪啊,在这里啊,捧喂 就是赠送的意思 就是送了整整一船米给他 乱世的时候,什么玩意最值钱啊 粮食最值钱 给你金子啊,买不到粮食,没有用 所以啊,送一船,那这个稻米啊,最实惠 估计啊,至少有十几包,好几千斤 这个米放家里啊,换啥都行 却不肯取 可是啊,王胡之啊,拒绝了,不要 直打雨 而且啊,这个王修林这个人啊,情商一塌糊涂 这个直接了当地回答道 就是对啊,这个陶胡奴说 王修林若鸡 我王修林啊,我们谁啊,我们王家的后代 我们哪怕肚子饿了,自当就谢仁祖所失 我们啊,一定是到谢上谢仁祖他们家 去要饭吃 无需,就是不需陶胡弄米 咱啊,不能吃 你陶小老外啊,你们家的米 看不起他,为啥呢 因为陶侃啊,虽然是东晋明城 但是陶侃他们家出身寒门 地位比较低 他们王家和谢家啊 是旧师王谢唐前燕 那是东晋的,明门望祖 我们明门望祖啊,怎么能够和 你们寒门啊,成为朋友呢 你们给我米,不要 死要面子,活受罪 其实啊,这个陶家呀 以后啊,也是啊 非常有名的家族 这个陶侃的后代啊 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 谁啊,采菊 东篱下悠然建南山 陶渊明啊 然后更标述完整的解释原文 王胡之王修陵啊 曾经啊,在东山这个地方居住 当时啊,非常穷 家里啥也没有 然后啊,逃犯,逃胡奴啊 当时做乌尘地方的县令 就送了整整一船稻米给他 在当时啊,非常值钱 可是啊,这个王修陵啊 就是不肯要 而且啊,非常的 这个帅直的回答道 对他说,小头呀 我王修陵啊 哪怕,这个肚子饿了 也应当啊,去谢上谢人祖他们家 去要东西吃 因为啊,我们两家门当户对 咱不能要啊 你们小陶家的这个稻米 因为你们家啊,是寒门 配不上我们家 死要面子,活受罪 最后,再跟彪叔完整的朗诵一遍原文 王修陵常在东山盛平伐 逃胡奴为乌尘令 送一船米,未知 却不肯取,直达语 王修陵若鸡 自当就谢人祖所食 不须逃胡奴米 每天跟彪叔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